天啊,這裡的馬,這裡的控制力真的是,欸,你們看一下這裡的馬 你們看一下這裡的馬 你們看一下,你們看一下 這裡就在,這裡就在噁心了耶 你們有看到嗎? 兩大戰神啊 直接尬營運耶 欸,這個真的是 欸,這個真的是直接尬營運對尬起來耶 我們這個隨便了 欸,是說那個viper沒有拿西西里打那個咧 沙丘拳咧 viper的西西里不打沙丘拳嗎? 就是第一張圖,他要打什麼? IP IP還少一個那個,打第一張圖的文明啊 蛤?波西米亞給他拿走? 我覺得這個是不給viper玩啊 這個波西米亞是不給他玩啊 因為波西米亞是有可能打到那個伯伯仁的,你們知道嗎? 小黑的這個波西是不想 哇,你呀急娃娃,你們各拿一個招牌的對手的 OK,那這個我覺得就沒什麼好說啦 這個波蘭跟波西是兌換,這個沒什麼好說 這個就是對換而已 在viper這 後面的VP,我覺得有點像是在搶對手要的 可是我對viper的骷駝國沒有很有信心耶,說真的 白批的駱駝國沒有很有心情 那兩選手選下去的公國基本上也 好我我我來我先講一下 可以可以定論了 Viper策略我先分析一下 講講結論了 小黑自己輪盤自己轉了 什麼意思 主持人看不懂 英雅勒 什麼意思 輪盤自己轉了 還有一個高棉要不要拿 剩高棉 土耳其高棉選一個就這樣 所以Viper had picked Ethiopians which can be a very solid pick but if you remember the previous Red Bulls no one did well with the Ethiopians except Hera and Leary we in the Archer meta 我想很久喔這一選很久喔 I wanna pick I wanna pick Last pick I want to pick Oh oh 真的很久喔這一選真的很久喔 這選很久喔 最後的驚人一選 登登登登登登登 波西! 呃! 亞美! 英亞勒! 這個我超出意外了 居然拿亞美 回去打海戰 回去打海戰 好的各位觀眾朋友們 今天台灣時間的10月7號 凌晨的2點50分 今天的紅牛杯第七屆總冠軍戰 來到了最後一天 二代之神The Viper 對上現任冠軍小黑 來到了第二排 波蘭打亞美 這張圖波蘭是ok的 因為是後期圖 跟昨天的伯伯是有一樣的概念 跟ACCM選伯根蒂 ACCM選伯根蒂 ACCM選伯根蒂 有一樣的概念 喔 ACCM選伯根蒂 這裏選波蘭 是一樣的意思 陸地純龍 直接馬爆 跳過海戰 但是 但是怎麼樣過河 還是一個問題 昨天Liri是偵查沒有到位 讓Viper過河 我覺得 昨天Liri的第七盤 沒有打到很完美 他有緊張15 否則完成度很高 完成度很高 那這邊小黑再選一次亞美尼亞 我 覺得他的流程我也很想關注 因為他有沒有可能不打海 有沒有可能不打海 他有沒有可能走一個亞美尼亞 提早一個時代升級長槍兵之後 這種套路 馬爆一波加重裝長槍兵 其實也有可能喔 小黑曾經在海戰圖 用孟加拉直刷馬 用圍巾沒有品種的直刷馬 用亞美尼亞他也打過馬爆 小黑確實沒開海 其實我覺得這一場是要看小黑打什麼 波蘭這裡是比較純濃的 小黑還敢選亞美尼亞 這個勝率極低無比 三十八村打三十九 好麥克麗完 現在開局兩邊都為死 好麥克麗完 好麥克麗完 大軍之力真的是 欸你們看一下這裡的嗎 你們看一下這裡的嗎 你們看一下你們看一下 這裡就在 這裡就在噁心呢 你們有看到嗎 你們有看到嗎 哎呦 40穿打41 小黑中期的流程一樣是開TC 然後生化人營運 一定是 生化人營運 在都軍盃中我們有看過兩邊都搞純龍的 勝負是小黑營 小黑營運有10分 Viper只有8.5分而已 最高 要怎麼樣突破生化人營運呢 小黑秒開4TC 小黑秒開4TC 根本沒有要跟你打海戰 直接濃起來了生化人 呃 這個 這個4TC是以前Viper的必殺技 但是現在有人營運比他強 就是這個生化人 小黑直上4TC 這真的有點太猛了 這個亞美尼亞選來根本沒有跟海戰沒屁事 是 生化人無敵營運 Viper3TC 4TC 好黑4TC 拿一機很強 4TC拿一機喔 理解確實跟Liri差蠻多的 中間這裡黃金其實不太重要 是要拼的是營運 現在小黑的村民樹已經是慢慢拉開了 而且你們看一下做經濟 你們看一下那個做經濟真的很變態啊 小黑的做經濟比viper還強 viper打別人可以用經濟跟後期贏 因為他是開TC之鬼 但是營運的完美程度 以前viper是第一 現在小黑的出現 真的恐怖 前置TC只有29秒 走推車29秒 vipe也趕快跟第四個TC vipe也跟第四個TC 你經濟稍微落後 我不想看到小黑帝王升級上來 是直接給我打馬爆喔 我真的不想喔 如果他真的是升級上來直接靠馬爆 那真的是這個有 有動 那真的是這個遊戲被他玩壞掉 小黑的第一個似乎是一個漏洞帝國 小黑的第一個似乎是漏洞帝國 白匹會在裡面撈到村嗎 好像其實也還好 小小失誤 稍微漏洞一下 營運還是沒有亂掉 前置TC29秒 小小失誤 專注力要拉高 兩邊都有手推車 準備點第五 哇 兩大戰神啊 直接尬營運欸 欸這個真的是 欸這個真的是 直接尬營運對尬起來欸 這遊戲真的好難喔 天哪 現在VIP在裡面還在繞 уow 哦 mashed 哇 小黑不爽了 小黑不爽了 這一盤 Viper到目前為止 爭取到一些時間 而且他有成功拿到三顆遺跡 他有成功拿到三顆遺跡 然後 Viper只要不要讓亞美尼亞成功開到海戰 一樣先過河馬爆一波 我先講一下 Viper這邊後期的陣容是 強弩加上肉馬 他這裡的後期陣容是 強弩加肉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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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是銀罐馬爆 強弩加肉馬 這個漏洞帝國僅僅是小小的失誤 可是讓小黑有一點點的落後 所以他的閒置TC還是很猛 基本沒有升上來 但是這個大問題是 Viper拿到三顆遺跡 他沒有辦法去打外面的遺跡 他的遺跡最終拿到三顆而已 亞美尼亞是開局會送一顆 嚴格來說就是只有拿到兩顆遺跡而已 所以這個對小黑這一盤來說是一個變數 現在Viper已經先上來了喔 帝王這裡是 98村打110死啊 中間先蓋寶 開始開靶場了 嗯 嗯 幾兵加戰馬 幾兵加戰馬 打肉馬加上 加上強 如果連小黑的亞美尼亞都輸的話 那是不是 又是一次維恩的勝利 沒看維恩台的 真的 老實在講 不要一直不聽喔 其實我覺得現在小黑打的東西 我還是沒有很喜歡他拿亞美尼亞 老實說 因為其實跟他是不是拿亞美 沒差別 那你直接拿一個後期更強的文明 更 你們懂我意思嗎 現在Viper是 肉馬加戰馬先打 中間先卡一個黃金 等一下轉強弩 這個強弩是為了要打 復合工兵等一下的 用射程去吃最穩的 現在兩邊 來到帝王時代 現在小黑搶著要打海戰 因為這是亞美尼亞的優勢 他選亞美尼亞的優勢 就是要打海戰 這邊Viper是一字排開不打海 小黑的營運還是只有36秒閒置TC 聊天室你們先看一下這個生化人 小黑的生化人 現在二級田是刻意的嗎 現在二級田不用那麼早點 小黑生化人36秒閒置TC 剛剛被打的情況下 5TC沒有掉到任何沒有閒置任何時間 這真的是鬼耶 我沒有我現在沒有什麼形容詞 形容他這個營運 如果沒有那個漏洞帝國 中間卡的人是小黑喔 沒有中間這個漏洞帝國卡的人是小黑 然後這邊喊了一個暫停 小黑喊暫停 嗯 這邊Viper開多線不打海戰直接衝 小黑會不會因為那個漏洞 小亂一下就輸呢 遺跡其實沒有很理想 其實我覺得這個遺跡三顆太少了 好暫停休息一下齁 呃這一盤目前只要Viper鎖死海上就好 陸戰慢慢打 陸戰慢慢打 因為其實亞美的陸戰真的不強 他的後期可以跟小黑打沒有問題的 然後再來是 假設這場等一下亞美假設是輸的話 我就覺得這個文明齁 我今天那個筆記本我還打開著 那個三海國你不准拿 結果亞美第一盤就讓小黑輸的話 我覺得這個BP是很可惜的 我覺得這個BP是很可惜的 如果是小黑要這樣子打的話 那你不如不要選這個亞美尼亞 你直接選孟加吧 你直接選其他的 後期更強的 你不要選孟加 你不要選亞美尼亞 亞美尼亞真的不是強在這個 所以我原本以為這裡小黑是要有一個戰術的 但是我老實說 我有點小失望 雖然我不管他會不會贏 但是小黑想靠的就是生化了影韻去贏Viper 他這一盤選亞美我覺得他沒有任何的戰術 他基本就是想要用營運直接把你打爆 大概是這樣 好現在暫停等一下休息一下 不過那個漏洞帝國我覺得會讓小黑很不爽 因為小黑先開TC而且完美營運 遺跡先拿 其實說真的那個一點點小小失誤 都對這種雙神對決不能有任何失誤 真的是不能 那個真的還是有影響到的 因為你的圖控全沒了 你的圖控全沒了 你不能說 你不能說 你有戰士技師先上來城堡了 你最終只有拿到兩顆 這太少了 真的太少 現在暫停這次很久喔 稍等一下喔 我們看一下現場的畫面 黑盤其實對小黑有點不妙 因為中期沒有拿到他該要有的 村民術多 其實是一個好事 但是雅美的陸戰 不是很強 好回到比賽 這邊一回來 小黑被viper的多線肉馬殺到很多 這邊肉馬進來 砍到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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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幾兵上來先守 但是中央突然先卡到腹地了 海戰雅美尼亞盡可能想要打回來 並且開始出步兵 所以viper 我剛剛有提到 viper要有一個強弩 viper要有一個強弩 viper要有強弩 viper要有強弩 他現在還在打戰毛病喔 其實有點危險 現在是 7700分 打750分 7500分 viper要知道 現在目前 他這裡的中央 要拖點時間 現在先過河 多線直接殺進去 後帝王之鬼打 小黑 小黑這邊 中間也其實 嚴格來講 失誤就是一個漏洞而已 中間的寶已經掉了 如果這邊 陸地被 小黑守住的話 那海上 亞美尼亞拿回來 還是有一個絕對的優勢 現在兩邊都是3顆遺跡 其實以目前 viper的配兵來說 我覺得不是太優 他現在還缺了個強弩兵 而且現在中間的黃金是兩邊都沒有拿到 但是海上 是亞美尼亞先開海戰 現在viper一樣是 在陸戰施壓 在陸戰施壓 但是 海戰施壓 直接要放推嗎 還是說 根本完全一樣 昨天策略 中間是完全不打 只能拼側翼 拼側翼 小黑 陸地一樣 跟MBL一樣 想盡辦法用陸地守 其實我覺得這個BP 我沒有要 我沒有要造成BP 但是我覺得小黑真的是靠向AM戰隊的 這個是AM戰隊的體系 就是VSports他們會打 MBL是這樣打 MBL的圍巾人 陸戰就是硬剛用手的 海上絕不放那個圍巾 你們 你們有那個畫面嗎 我們幾天前看的 你們有那個畫面嗎 陸戰絕對 死守 海上是 海戰一定出 但是陸戰就是被打崩 也是一直死守 但是海上絕不放 這是VSports的 海戰就是要出 喔 陸戰你們 那個HATO VIP來 我們就是 夾一波 然後 VIPER現在才轉強弩兵 其實對我來說 有點太穩 這個 這裡有點太穩 很危險喔 VIPER其實這樣打很危險 這一坨兵 其實只有戰矛 夠 強弩現在 那個黃金要去抓 現在海上有炸船 VIP要沿用昨天的戰術 直接陸地 大登陸 但是要打到 他自己 黃金會不會 黃金會不會 自己挖乾呢 小黑的陸地 有什麼兵種可以守呢 金冠的白血劍勇 金冠的白血禁勇 到底是VSports的戰術強 還是GL戰隊的戰術強 明明小黑就是GL的 可是他今天選的亞美尼亞 然後昨天這個戰術就是 VIPER打Liri的戰術 基本上是 伯伯仁 波蘭 後期出來 但是這個白血 雙手劍兵 直接把戰狼砍爛 但是陸戰 亞美尼亞 沒有火炮 陸戰 亞美尼亞 沒有火炮 陸戰 亞美尼亞 沒有火炮 怎麼來打這個陸戰的波蘭呢 小黑要的就是陸戰死守住 然後呢 中間有黃金 現在出波蘭的戰錘兵 可以打白血劍勇 錘子上來 但是這裡有白血劍勇 看一下這個白血劍勇有用嗎 錘子上來幫忙破防 又喊了一次暫停 哇 看一下 是設備問題嗎 哇 嗯 小黑的電腦出問題了 好 稍等一下 哇 哇 我看一下手術 我靠 兩個人是差不多的 嗯 嗯 經濟戰損其實一直都一直在往上飆 小黑要尬海上 空金 陸地 要想辦法守 好 謝謝余 送出五份的會員 我們 冰族的會員 完了 這一次暫停很久啊 怎麼辦啊 聊天室 怎麼辦 這一波手感 兩邊 怎麼打 這一局其實 其實 雖然現在 viper分數領先 但是其實 沒有很優喔 因為 呃 他這個中間的金 現在是小黑卡著的 只要小黑陸地守住 回到海上 一樣 就是 小黑的局 這邊的巨頭跟火炮 沒剩幾台了 已經不能再拖了 這個寶一定要掉 然後直接殺進去 對viper來說 中間這個 只是死存 但是推不掉 中間只是死存 這個推不掉 因為這個 這個海戰 viper打不掉 打不動 所以其實 未來的十分鐘 反而是我認為 viper要贏 沒贏 他會輸 這個局 肉馬 沙春 多線 比較沒有用 其實還是要拿到那個黃金 比較有用 其實還是要拿到那個黃金 我認為是這樣 所以其實未來的十分鐘 所以其實未來的十分鐘 我認為viper一定要把那個寶推掉 我們先看一下現場的畫面喔 因為其實好像是設備的問題的樣子 先看一下 現在不知道是啥問題來著 反正現在就是 沒辦法遇到了就遇到了 現場的觀眾 喔又開始了又開始了 好 那本局比賽已經是第二次暫停回來 回來之後 錘子冰打 白血劍勇 火炮剛剛掉一台巨頭沒掉 這邊還是很關鍵的拉扯 這邊還是很關鍵拉扯 現在這台火炮其實很靈魂 海上這邊肉馬去打弩炮戰船 viper一樣持續雙壓 海上跟陸地都壓 但是是用肉馬去壓 接下來點了一個精銳奧布奇戰錘兵 錘子出來打白血劍勇 錘子出來打白血劍勇 但是這個火炮 沒有打到巨頭 火炮要掉 哇靠白血劍勇好強欸白血劍勇 等一下一次白血劍勇好強 這個城堡會掉喔 兩邊城堡都會掉喔 兩邊城堡都會掉嗎 這個堡會掉嗎 還有兩台巨頭 錘子輸了 白血劍勇很強 白血劍勇很強 小黑有36人精 他卡著中央 他蓋了寶 viper時間有限 小黑再起一個寶 小黑再起一個寶 現在全力爆劍勇 這個全力爆劍勇好兇 這個寶一掉 這個寶一掉 那個劍勇加幾兵 會把viper持寶喔 小黑真的好強 你看 堆不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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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p沒金 堆不進去 vp沒金 堆不進去 vp沒金 小黑有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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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一堆都差的 家裡村民還有136村 打不進去 現在viper要上高地 這個錘子兵 套金啊 金罐的肉馬要進去殺 現在小黑就是家裡起防守寶 因為中間黃金是他的 中間黃金是他的 現在 現在小黑基本上有無限多的劍勇 看看有沒有辦法viper進去殺到很多很多很多村 現在viper一樣開始轉農田 這樣要福壽羅馬爆 福壽羅馬爆 但是這個金如果能拿下來 viper還有一點金有機會去推 小黑家裡起了很多防守寶 入戰的攻勢還沒有斷 但是分數小黑慢慢追上來 黃金兵對viper來說不能再掉 尤其是他的強弩兵 他的強弩兵真的不能再掉 這邊 這邊白血劍勇稍微虛一波 現在viper上來挖金 但是這個劍勇非常的多 現在點了真兵技術全部都出劍勇 現在有40幾隻劍勇在這個地方 現在直接上來一波 這邊垂直兵 黃金不夠 這個波拉利級兵 有點金冠嗎 不知道 但是這邊的強弩兵 一上來 有沒有辦法拉打輸出呢 這邊巨頭是往前走 這個時候是往前走的嗎 這時候是往前走的嗎 這時候是往前走的嗎 這時候是往後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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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劍勇非常強啊 劍勇很強 GG了 小黑生化人營運了 他被殺了那麼多村 但是他還是剛得住 然後他中間有金一直挖 現在還出海上德羅蒙 兵線被斷 小黑分數反超 哇這場復兵龍光 有 如果是有打到這個東西 那亞美娘就他這樣子 哇 真的很坦耶 這個劍勇是真的坦 然後這個肉精單位 這個肉精單位 真的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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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了沒了 低了 低了 嗯 之前有人叫我看天梯小黑打DragonStar DragonStar殺了小黑很多村 可是小黑還是贏了局 跟這一局其實是一樣的 跟這局其實是一樣的 這就是小黑的營運 小黑的營運 現在沒有推進去的viper 在陸地全部被守住 黃金現在是乾了 現在陸地小黑起了兩個防守寶 中間起了兩個防守寶 家裡也是一堆寶 現在等時間消耗掉 那現在沒有金的viper 非常危險 因為肉麻進去打這個劍勇完全打風 2-0了 沒了 這裡沒了 盡力了 我覺得viper真的盡力了 這一場 這一場viper是真的盡力了 但是小黑的營運 很離譜啊 5TC 閒置TC長那樣 這就是超越viper的營運 就是小黑 這盤無誤啦 VIP沒有金啊 他真的是 沒點到金罐 VIPER的金罐沒點 但是他嘎不上去 VIPER的金罐嘎不上去 嘎不上去 然後我特別想要提一點是 VIPER應該不要從側面進攻 而是正面配合這個防守寶 正面進攻才對 這一場他其實要正面進攻 側面進攻不好 應該要正面 正面 強弩 肉麻 好 巨頭把這個拆一拆 比較好 我覺得是要正面進攻 這就是白血劍勇的威力 現在是116穿打122 這就是白血劍勇的威力 這個亞美尼亞是 用一個超深厚的生化人 營運 點到了 Liri點不到的白血劍勇 來做一個最後的反殺 很誇張啊 很誇張啊 這一場其實很誇張 小黑這場其實真的也很誇張 生化人真的是生化人 恭喜 世界冠軍小黑再拿第二盤 我稍微復盤一下 這盤VIPER超級無敵錢 但是小黑從漏洞帝國開始 他的閒置TC 5TC 5TC 36秒閒置TC 亞美尼亞是不冰國 亞美尼亞是不冰國 5TC36秒閒置TC 回農一波 硬生生的守住 這真的是生化人 超越VIPER巔峰的營運 這真的是超越VIPER巔峰的 確定 雖然說之前就已經說過了 是一定事實 然後到這邊 開始打海戰 我覺得VIPER來這裡 OK 可是還是要回來這個主軸 寶是直接放推掉了 寶直接放推掉 這個寶在這個地方 感覺上就沒有用 這個寶感覺上就沒有用 那如果你張 前面如果都沒有要黃金的話 你不就這個寶不要直接來這裡了呢 你現在這個寶是不是已經蓋好了 你第二個寶可能在這裡了 你才能完全完美的加快你入戰的速度啊 所以我覺得VIPER錯在這裡 你要嘛就像昨天打Liri一樣 直接中央不管 直接中央不管 直接這邊一樣跟昨天一樣 直接開兩寶 直接用全力 只有給你十分鐘的時間 全力殺爆小黑入地 你才有機會像昨天那樣打贏Liri 那今天是小黑沒有卡中間 結果讓你有點機會卡中間了 你去蓋這個寶 結果送了一個寶 你沒有正面配合你的馬去突入 當然你可能要突入也很難啦 所以說等於說如果你今天沒有要打海 你中間根本就不要開寶 VIPER就只有這一首 這一首是VIPER 其他都完美 就這首VIPER 對我來說就是這樣 2比0 所以昨天的VIPER為什麼能贏Liri 一樣都是亞美尼亞 一樣都是亞美尼亞 你應該要 你應該要入戰 剛好剛滿 剛好剛滿 中間那個寶不用開 中間那個寶不用開 確定 我非常確定 那中間寶不要開 否則你中間寶開了 你就要去 嘗試拼突破 你要嘗試去拼突破 嘗試去拼突破 嘗試去拼突破